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低于预期发行价的消息公布 使得周一KVB的港交所股价下跌7% 今天再跌16% 但仍然高于0.65%发行价 周二收盘时价位在0.84港币 显然市场期待更高的报价出现 至少是社会公众股东会关注 圣宝金融 丹麦著名电子贸易机构圣宝银行 在塞浦路斯的此公司 近日向Liprate确认 他们将会停止为其零售客户提供 Zulu Trade平台 但同时会继续提供 Liverit的C-Rix社会交易社区 和自身的专有系统 Tradingfloor.com 圣榜银行塞浦路斯分布 是之前唯一提供Zulu Trade服务的机构 去年Zulu Trade在受到Metal Codes指控 其与其他三个主要信号复制交易提供商 干扰MT4端口协议之后 该平台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中立性措施进行调整 接下来的播报是关于英国 跨国电子贸易公司埃及集团 该公司在2014年12月1日之前 更新了其将截止到2015年5月31日 第二季度的阶段性财年报告 与近年疲软的第一季度相比较 该公司客户在第二季度的活跃度明显增加 特别是在10月份期间 金融市场的交易机会大大增加 公司在此期间表现非常出色 预计本年度收入将会超过2013年第四季度的最高水平 全球金融服务公司BTIG 近日宣布纳入两名专业人士 他们是大卫·奥康纳和凯迪·谢尔兹 奥康纳将会任职纽约外汇办的销售主管 他之前在澳大利亚麦格里银行工作三年 曾经的任职经历还包括美国汇丰、美林以及德意志银行 谢尔兹将会担任BTIG公司的FICC运营总结 他将负责后台运营的固定收益、货币以及商品部门 谢尔兹曾经在摩根·史丹利任职14年 本次播报就到这里 明天本琼斯将为您带来最新一期播报 敬请关注 再见